12月18号即将办理公投 国民党籍的立委孔文吉 也带着宣传车前往秀林乡 大街小巷的宣传 在12月18号投下同意票 让台湾更美丽 国民党籍立委委孔文吉 10号下午来到花莲县 来宣导10月18号公投 投下同意票 同时要顾忌党立同志 和花莲乡亲争取自己 名称的重大议题 在18号投下同意票 花莲这里也准备了一部 公投的宣传车 要宣导四个同意 台湾更美丽 四个同意台湾更美丽 第一个就是为了 我们的那个反莱猪 我们要坚决反莱猪 所以这个同意是指说 坚决禁止莱猪进口 所以我们要盖同意 第二个同意是 公投榜大选 就是我们要捍卫我们台湾的一个民主法治 公正的一个选举 我们公投榜大选 我们也支持同意 第三个同意呢 是要维护藻礁 所以我们这个同意呢 是指藻礁要签建 同意藻礁签建 所以这个藻礁我们也该同意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为了以后不缺电 我们希望那个政府呢 能够修改他的政策 不要把这个反核当成神主牌 民进党的神主牌 为了要保障我们台湾的经济发展 还有我们台湾不缺电 所以我们要重启核事 就也该同意 四个同意 所以我们这四个同意呢 我请大家全力来支持 我们四个都同意 全部同意 台湾更美丽 六个孔级宣传社来到秀营乡 大街小巷来进行宣导 就是要恳请乡亲们 照重视自身的权益 因为在民生重大议题 是相当的重要 在12月18号 公投当天 投下四个同意 让台湾更加美丽 记得继续 欢迎收看